50年肝血案例 從頭到尾如意細眠 頭髮開始嚴重脫落 到了10月初 體重由74公斤掉到57公斤 感覺怕冷又怕熱 口中沒有唾液 也吃不下東西 也沒有辦法排尿 身體非常的虛弱不利 10月5號上午有一位朋友 到我們家來訪問 介紹原始點陪我 當天下午第一次就到台南市 原始點南區服務處 接受同步 投關黑 當時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志工說我是熱能 嚴重不足 建議我到原始點 做盡力處理 10月9日第一次做大溫夫 溫夫期間內心充滿恐懼 擔心自己會不會虛弱不支而中暑 20分鐘很快就過去了 志工請我換失掉的衣服 用毛巾擦汗 我說肝血是不會讓我出汗的 當時全身沒有一滴汗 接著做全身按推 發現頭部 後背 腰部和臀部都有多處痛點 按推後感覺全身無力 回到家已接近中午 倒在睡衣上就無法動彈 傍晚五點精神才好些 竟然奇蹟感覺餓了 把午餐吃了一大半 這是發病以來第一次有饥饿感和吃飽的感覺 當晚居然開始排尿 對這種調理方式有很大的期待 漸漸了解原始點五保的重要性 一開始用40克乾漿加1000CC水熬煮姜湯 但是因為難以入口改成50克乾漿加2250CC的水 有一次腳被腫起疼痛起水泡 腳底均裂幾乎不能走路 我就用電毯包住腳溫敷約一小時 症狀減輕後改用暖暖包局部溫敷 志工建議下哪天再加兩次大溫敷 用兩個電毯包住前後身 再蓋上棉被 頭部戴上護髮用的電熱帽 每次大溫敷約30分鐘 運動最初只能走路 體力建好之後改用小板凳 踏上踏下來模擬爬樓梯 開始時一次只能做100% 最後進步到600次 第一次擦薑粉時 手腳皮膚均裂的地方 碰到薑粉就疼痛不已 均裂情況更嚴重 而且也滲血水出來 當患處經過溫敷後 竟然變軟了 均裂也逐漸好轉 為求更加周炎 皮膚先以清水沖洗 用薑湯擦拭 再用吹風機吹乾 然後才塗上薑粉 每天做一次 過去嘗試寒涼的蔬果 改成溫熱飲食 在某次大溫敷中 臉上開始冒汗了 肩部 脖子 前胸 後胸 也相繼在後來幾次的 大溫敷中流汗了 經過將近一個月的處理 我身份體會到 我身體要恢復健康的 無保 通通都要做保衛 不可以輕忽任何一保 我的肝血幾乎完全消失了 精神體力上也有很大的改善 雖然體重 腦神經抽筋 你看失眠改善不多 但是這一時我見識到 原始人理論真是神奇 感恩張醫師的不常識 感恩原始點志工 師兄事件人的不足 謝謝 2018年10月11日 2018年11月5日 2018年12月5日 前後55日比對 用法治律師的不足 表屬於美肝 ? 努力 努力